彭先生的车是一辆比亚迪琴 前段时间到杭州萧山通汇北路上的一个加油站加油 场地里有个一公里智能洗车机器 车主只要把车停入指定位置 带刷头的洗车机会自动从车头开始向后刷洗 我就按规定停好车 我就下车 刚喷完水 就是左前轮刷轮胎的那个位置 它出来很多 把我的那个保险杠还有那个抵造轮胎来 当时车子没有助力了 洗车机的左右上侧都布满了刷头 其中左右两侧底部有两个圆形的刷头 彭先生说 当时左侧这个圆形的刷头 在洗车机向后移动时突出 挤压到了它的车头 他提供了一张说是现场拍摄的照片 照片中 圆形刷头挤压着左前车头 车头凹了进去 3S店检测后显示 加速时方向跑偏 左前不受损 除了外面的保险杠 内部的方向机等部件也要更换 总费用5900块钱 修理费他们说只负责皮外 内在的部分 有可能是你洗车前就出现的毛病 我们不管 我们只赔你保险杠的费用 那么你之前你的方向盘是好的吗 好的 一切正常 我感觉认为 就是说是外部抵押导致的 现场这台洗车机还在工作 不过两侧底部的圆形刷头 已经被白色铁丝紧紧绑在边上 洗车过程中也碰不到车辆了 彭先生联系上 一公里智能洗车的客服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提供了 一公里智能洗车负责人的电话 我们在洗车的时候我们都有提示的 就是如果说车辆有老花 有松冻什么的 或者缝隙叫到我们一般不建议清洗 那如果说清洗的话会有一定的概率 产生这个潜保的一个损伤 那么至于后面这位先生说的一个方向 助力那边有损伤的话 我们也咨询过相关的一些专业的维修人士 大概率上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如果说这位先生他有我们还未掌握到的一些资料的话 那也可以请他提交给我们 建议您这边再看一下这个你们当时这个机器的监控 看一下他这个车到底是在什么原因造成的损伤 嗯 可以 附警力表示洗车监控可以和车主彭先生一起核实 不方便对外提供 彭先生打算向一公里方面提供当时的照片 再一起查看监控明确责任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